我懷孕的時候我一直印象很深刻 因為懷孕的時候是 吐到深 吐到深 對 所以整個懷孕的過程就是 是一直生理狀態不好 很不準 然後一直放棄 跟大家講一個小撇步啦 如果說真的是懷孕真的很髒的話 你可以去調節一些 用益生菌的部分 益生菌 對 腸胃道益生菌 可以先調整 那其實腸胃道益生菌的菌種非常非常多 有時候你吃的這個沒香 你也許吃另外一個會有效果 女生們 想生 不想生 都沒問題 鋪好你的軟 才能一直睡噹噹 我是你的冒生菌小王子 李君醫師 感情啊 永遠是人生最重要的問題 我們會從情侶變到夫妻 那當然會遇到各種疑難雜症 我們今天邀請夫妻原生帶 來跟我們聊聊夫妻間相處的秘辛 我們歡迎林總 白露來到我們現場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林總 我是白露露 你們是從情侶變成夫妻嗎 對不對 當然啊 這好像是廢話一樣 OK 誰不是從情侶變夫妻的 那其實網路上有流傳 所謂的四大婚姻殺手 第一個是生活習慣 因為生活習慣是長遠的 它會一直存在 包括它是你沒有在一起之前 你過去二三十年累積 已經累積下來的 會啊 所以那很難改 所以 你們磨合了多久 磨合完才結婚嗎 還是結婚後發現更多的需要磨合的地方 這我就不好說了 就是 從一開始交往的時候 其實你不會覺得要結婚 所以你不會看那麼細 後來發現 我們開始要步入婚姻的時候 發現 他衛生紙都讓你丟了 然後 一些生活的習慣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然後開始就慢慢的告訴自己 我就勤勞一點 看他結婚生紙 所以其實 你們會建議是像年輕人的話 兼同區再結婚 還是直接像老的狀況直接結婚 一定要 一定要住 一定要住個其他兩年以上 那年太久了吧 沒有太久了 就是 度過兩個春夏秋冬 就是 如果被一起住的話 我覺得這個風險太高了 你最近看到一些網路文章也是 以前是兩個異地在一起 然後突然結婚住在一起後 沒有一個月就是 所以遇到溝通障礙怎麼辦 遇到溝通障礙喔 我們會先 冷靜 冷靜 放置 我覺得他一個價值觀 就是 我們會認為說 如果十年之後 我們不會為這件事情 而在意的話 其實現在也不用在意太久了 那還有世大婚姻沙嫂 還有一個叫金錢觀 用錢的概念 或是群錢的習慣 這個我導致一個小小題 就是 沒錢的時候 才會吵架 對 對 對 你有沒有說什麼話 會讓白鹿 一秒暴怒那種的話 之類的 一秒暴怒 這我就要反響 好你先說 因為我平常吵架的時候 就是大家平常吵架 有時候講話比較激烈 對 可是如果他講到說 你這樣行為就跟你媽一樣了 是吧 一秒暴怒了 只要被比擬成別人的時候 就會覺得 就跟你媽一樣 對 我媽怎麼了 對 我媽怎麼了 我最氣的就是 就是每次有時候 性高才會講一些事情 他就會 打他欠 你這樣打他欠就超羞辱人的 就比如說 欸我可以講幾個公司發生 我就是 我都上來了 所以你現在是開話提前 問他會不會很累好了 對 我都要確認這件事情 他明明就說 好 我現在就能聽了 只有我所知 你們是共同創業 我覺得共同創業最大困難點 是在於 兩個時間都會一起 變得非常少 那對於小孩來說 就比較辛苦一點 那 當初怎麼突然想要生小孩 生小孩 一直都是我的 人生規劃和願望 願望 就是想要很多小孩 後來只生兩個 就是養不起 不過的確 現在教育發生的月亮 對 就說 啊 生兩個之後 就覺得腹胎就很重了 就先這樣子好了 欸 來路 你當時在生的時候 或生之前那時候 有沒有一些 產前 憂鬱症 或產後憂鬱症的狀態 在懷胎那一陣子 我懷孕的時候 我一直印象很深刻 因為懷孕的時候是 吐到生 吐到生 對 所以整個懷孕的過程就是 是一直 生理狀態 很不準 然後一直脹氣 跟大家講一個小 如果說真的是懷孕真的很脹的話 你可以去調節一些 像益神菌的部分 益神菌 對 腸胃道益神菌 可以先調整 那其實 腸胃道益神菌的菌種 非常非常多 有時候你吃的這個沒香 你去吃另外一個 會有效果 所以大概只有這些困擾你就多了 對 然後還有吃骨痛 然後生的時候更痛 其實我生產過什麼 很順利 我是一個樂於生產 樂於生產 對 你是覺得在孵蛋嗎 沒有 我覺得那個小孩生出來的感覺 有一種 爽快感 爽快感 滑出來的感覺 要生日很快 就是陪他進去 大概幾分鐘就出完 可能相機還沒有閃好就生完了 就生完了 超快的 不知道產後是因為 擠奶的那個 荷爾蒙的作用還是怎麼樣 在擠奶的過程當中 我都一直掉眼淚 然後那時候 還有 因為我 得月子中心跟生產的醫院不同 所以我那時候跟小孩隔離的七天 是完全碰不到小孩 也不能輕微的 每次去 隔著玻璃道看到他的時候 我就一直掉眼淚 一直掉眼淚 然後就覺得 天啊 我怎麼會這麼痛苦 就是我好想要抱我的小孩 嗯 其實應該是跟情緒荷爾蒙一關 還有表示你身體的狀況 那時候可能也相對疲累一點點 比如說 你本來只是一個 被孕的女性 然後你現在變成了 心態上的轉變 那再來是社會因素 你會想到很多 比如說 再來怎麼照顧她或其他狀況 不過聽起來 白如你好像不是因為這個 你比較因為悉尼的意思 我是因為這個 哈哈哈哈哈 不要吵 不要吵 我吵 男生的焦慮 不是猶豫 是焦慮 就就 啊 我當爸爸 你那時候為什麼 我跟別人比較不一樣 是因為我是婦產可以生 所以因為我很常看小愛姐的生 所以我就很想 我小朋友是自己抱的 自己自己剖的 抱出來 哦 怎麼尷尬 趕快 趕快 然後趕快 這時候就趕快 縫了嘛 對 那其實 我們就一學來上來看 所以這個產前產後憂鬱症來說 它是可以有兩表 愛廷寶產後憂鬱症兩表 已經生產完 或是生產前的媽媽 可以看一下這份量表 然後可以看一下自己心裡是不是真的有這種憂鬱的傾向 故意去懷孕的 很努力懷孕的 跟不小心懷孕的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容易有產前產後憂鬱症 我們講故意應該就是說 我們努力 結婚選起來打算 你要把自己未來定位好 就是說 我再來這下一份想要規劃 什麼之類的把它想好 對 那這個憂鬱症狀 可能啊 就會再少一些些 那你有沒有做什麼 暖性的動作 多了 多了 哈哈哈哈 比如說呢 因為我們那時候 不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 還沒有那個烏龜跟福片打 都是 老公就是烏龜 烏龜 然後晚上11點12點 然後去找豆花 豆花 湯包 來這一次大概9點多要去 然後有一間店10點關 我衝到他現在最後一碗 還是把它買回來 雖然不是他當下想吃的 當然他還是覺得說 喔 沒有想到我 嗯哼 光這就很重要 哈哈哈 給他一個不預期的心意 對對對 就讓他覺得 都有一直被掛在心上的感覺 不管是生小孩還是結婚 應該要了解的是 我們怎麼去解決人前的問題 而不是 就是一生氣的時候就想要離開 或者是要放棄 90幾公斤到現在 60幾公斤 對 就是因為小孩子給我的一個轉變 我希望 陪他久一點 然後希望當爸爸的心 就會跑出來 這個可能有一點 但是看到Baby那個瞬間是 因為我們太常看Baby 就是這個 怎麼跟別人好像長得不一樣 哈哈哈哈 都是長得不一樣 對就是這樣子 對 哇好危機喔 可以在那裡想 可以把他餵了 你減多少公斤 對對對 到時候再播給他聽 他不過來的時候 對對對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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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